焰化颱風來勢洶洶 金融市政府21日就自行宣布 原定23、24日停止疫苗接種服務 民眾可以取消原預定改約時段 已經原本登記在7月23號跟24號 要施打疫苗的民眾 大概有3000人左右 我們在今天早上市政府已經發出通知的一個簡訊 來通知這些民眾採取以下兩種應變的方式 第一個如果他已經完成預約 在7月23跟24號要施打排庭接打的一個民眾的話 他可以利用健保的快一通APP 或者是1922的網站 在明天也就是7月25號中午12點之前 上網去更改他預約的一個時段 如果他因故沒有辦法去完成預約的一個更改 也不用擔心市政府會在下一輪公費系統預約簡訊 寄送的時候主動把這些民眾列入簡訊的一個發送 來個超前部署被外界形容是逆時鐘 市長劉昌這樣說 大家看後面我們用的是電子鐘 所以沒有什麼順子鐘跟逆時鐘的問題 我想怎麼樣為市民讓大家方便 而且中央也已經有這樣一個指示 那不需要等到那個停班停課 其實我們地方政府可以做決定 我們就應該盡早的做決定 用玩笑來化解尷尬 說盡早啟動應變計畫 針對孕婦接種疫苗的便利性 政府也有專線提供孕婦預約登記 預約的一個時間從今天7月21號到7月28號的中午12點為止 那開放網路的一個預約 那不接受到現場掛號 所以請我們這些孕婦的市民朋友 大家特別注意 那你預約成功之後 那系統會寄送通知給你 那我們施打的時間還有地點如下 我們施打的時間是在7月27號 也就是禮拜二跟7月29號的下午 1點半到4點半 那我們跟長庚醫院來合作 是在長庚醫院的戶外施打區 來幫大家來打這個疫苗 原定24日開放登島的基隆雨 因為颱風來襲海象不佳 為了旅客安全 政府決定取消24、25日兩天開放 等到26日再開放民眾搭船登島 記者黃少民進入報導